想要从事新娘秘书的整体造型设计相关行业吗 为了寻找优秀人才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北极移花金马分署 在5月16号要举办的就业博览会 将会结合超完美新秘竞赛来进行创意比赛 从中选拔出对新娘造型的设计猩猩 以及厂商所需要的人才 目前新秘的海选已经在网路上来先进行争戒了 一张张美丽新嫁娘造型的照片 是这几年兴起的婚礼产业中 新娘秘书是正行的行业 为了寻找产业新兴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北极移花金马分署举办 2015超完美新秘海选活动 先在网路上增见进行初选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北极移花金马分署 我们今年度呢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突破 就是过去我们的传统的就业博览会的方式 我们都是用一对一面式的方式 由求职者拿着自己的履历表 到厂商的摊位 然后去做口试这样 那今年度呢 我们为了突破传统 我们特地呢 把我们的就业博览会 结合了新娘秘书 人才海选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主要呢 我们是希望可以鼓励 我们的青年朋友 可以展现他的创意 那再来呢 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厂商 他可以借由这样子 现场实作的一个方式 找到他真正需要的一个人才 这下新秘海选活动 也是为了即将在5月16号 举办的就业博览会做暖身 同时打破就业博览会的传统 以选拔优秀新娘秘书的活动竞赛 作为一系列的幸福就业博览会 借此发掘婚礼相关产业里的 优秀人才 我们这次呢 除了在5月16号的就业博览会 有一个现场实作的一个比赛之外 我们其实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 可以在让他发酵的 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知道跟参与 所以实际上我们从4月1号开始 我们就已经进行了这个新娘秘书 海选的一个网路票选的一个活动 那这整个活动呢 即将在5月6号 就是差不多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就会截止报名了 对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欢迎 也是欢迎啦 就是有美容美法 或者是有整体造型设计 专长或者是有兴趣的一个朋友 可以永远来报名参加 2015超完美新秘海选 暨幸福就业博览会 5月16号将在台大综合体育馆举办 不仅有新秘竞赛舞台 还有婚礼行业的征材 让你有机会走入幸福产业 中江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